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意見,敬請留意 斑馬在千,現在很流行電視片集和電視大秀懷舊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的電視劇和二十年前有什麼分別?差不多 就是現在做少許多歷史劇,全部都是時裝 就不像次官你主理的時候,因為你是一個文化人 不是,是試繪的 我覺得我小時候都是受劉天賜的電視教育帶 你開很多清宮戲裏面做到清末,很多歷史的事實 將它放在電視劇裏面,我們一邊吃飯一邊看 就知道誰是慈禧太后,誰是名龍,誰是袁世凱 知道誰是乾隆皇帝,誰是陳家樂 這個呢,我們小同學今天做他們的嘉賓 這集,阿白先生,待會看完片再讓他講 好嗎?好嗎?好像當年的電視劇 我們看到以娛樂、資訊和知識 三樣東西 我們看看這段舊的亞視ATV的電視劇 不關我事,這個麥當雄也不關我事 說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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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大家認識吧? 好,好,好 臣直帝總督袁世凱 賤見老佛爺 老佛爺 扎,回老佛爺,昨晚皇上勿召微臣,提及申政, 说老佛爺诸多干预,命微臣领兵包围余和远。 那你怎么做? 微臣觉得事情严重,恐怕会伤害到老佛爺, 故此微臣将实情原本品之名大人。 这场戏说了这么多,都是三个字,叫做督背脊。 这个督背脊惨了,将谬戏为身, 打算将陆君子和光水背着慈禧太后, 搞那套变革,尤其是陆君子, 碎光水王,杀慈禧的密谋, 就由荣禄品给慈禧太后听, 慈禧太后立即宣召袁细海来问他, 是否有件这样的事。 这个是很忠于历史事实的,基本上。 不过他们里面说的直帝总督, 这个直帝省是有一种产品最出名的, 不是油纳鸭,也不是填鸭, 而是太监。 明清两代,很多太监都是出自河北省, 因为就近了,近了这个紫禁城, 出去一招立,那里有很多人争取做的。 这个直帝,这个特产, 到现在当然是没有了。 有些人也说, 慈禧作为一个太后, 她是不用憎慰老木的, 她说话很音声细气, 因为她是太后, 她杀人很细声而已, 吩咐手下,杀了她吧, 那就可以了。 搞定她吧。 搞定,现在讲到话就搞定了, 不需要说落命令的时候, 那刚才那个片段, 王蔓尼做了,过火。 不根据真正的历史人物, 还有不明白清宫底下, 那些规矩, 这些规矩不需要那么怒气, 如果怒气, 皇后太后怒气, 我一天杀那么多人, 一天搞那么多事, 那她就吃多少燕窩, 人心都不碰, 所以, 轻描淡舍, 还有, 你知道, 刚才, 你看到袁世凯来, 一跪下来, 她怎么说呢, 她说, 神, 汉人就称了神, 满洲人叫王太后, 就叫奴才, 奴才就是这样来的, 奴才我们肯定做奴才, 你永远不肯定做奴才, 但是呢, 在那时候, 做奴才是一种荣誉, 汉人不可以自称为奴才, 所以这个看历史剧, 看到那些人, 令到那些人有少许的反省, 还有在历史那里吸收教训, 我就觉得有时, 譬如看小说, 或者看电视剧, 有些是歪曲了事实, 但是这样可能会令到我们学生, 对真实的史业有所误解, 但是这样, 你调整一方面来看, 其实都可以令到学生, 有一个冲动, 去明查暗访一些真正的史料, 这样就可以增加它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知识, 明查暗访吗? 怎样查法? 怎样查法? 可以多看一些真实的史书, 譬如前目写那些, 或者上互联网, 中国中史, 不过历史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 这个英国有一位作家, 他的名字叫做Thomas Carlyle, 卡来尔, 他说历史是什么, 他说历史是经过蒸馏的谣言, 把一大堆谣言拿来煲, 煲到最后是用一层蒸馏水的纸, 过滤过那个, 是特别纯正的就是历史, 但是他是由谣言那里蒸馏出来的, 那就是牙烟点, 这个是压获点, 这个是有个道理的, 有道理, 不过又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 失败者, 中国也说这句,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真实的历史故事, 一定是胜利者对自己有利的方便, 对自己没利的那些, 坏的那些, 贱的那些, 就不会说了, 最坏的是写历史的人, 从来没有一代是客观, 因为这个到于以金朝去编上一朝的历史, 很多人的史冠写的时候就就着就着, 怕着得失现在的皇帝, 反而看小说就客观, 说你金庸那一套, 这个叫陆顶记, 是非常之慈平, 没有说哪个中哪个奸, 这个是康熙皇帝术代表的朝廷, 以及天地会所代表的革命党, 这个中间不是很清楚, 不过不要紧, 最终那个是中间舔两面的韦小福, 这个我觉得陆顶记这个小说是对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个暗风, 不过我听说中国历史又有好处, 它有些叫野史, 野史就是说, 不愧不能够被官方承认为正史的历史, 有些是实陆的, 叫实陆, 那里面可能记载的东西, 因为没有利益, 没有利益关系, 可能会比较真实, 不过牙烟在, 很难去辨证它, 究竟证明它那样东西是真还是假, 那读历史, 你们觉得很吵, 闷不闷呢? 不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老师讲得很好, 课程又很好, 而我本身又喜欢历史, 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闷, 老师教得好, 可能老师听看到这个节目, 明天你回答历史卷的时候, 加你几分, 好, 这些懂得做人处世, 很成熟, 历史卷居然觉得有兴趣, 看回这些片段, 我们看看, 现在的电视剧, 就全部是时装, 其实很多很好看的, 不过可能, 你没有了那个历史剧, 你全部靠在中国大陆, 现在反而它做得很好, 但是变成香港的观众, 对于那类的东西, 就觉得陌生, 变成会不会是, 变成我们这个城市, 慢慢变成一个缺乏记忆的社会, 都是与历史科教育不力, 或者枯燥有关, 那就要找一些, 有权力的政府官员, 慢慢去探讨, 回来一会儿广告, 继续斑马在线, 我觉得历史是很难, 很难学, 为什麽呢, 尤其是年份, 中国也有二千多年, 不是很多战争, 很多大事的年份, 都很多的, 我真的想不到, 什么办法去记住这些年份, 这个真可憐, 是的, 精冠十四年, 还有这个叫乾隆二十八年, 谁知道是哪年打哪年, 死记的, 要死记, 死记, 还有你没办法跟那个公园, 1996年, 这样怎样挂钩, 这个变成你读书, 比如说你读free camp by, 已经有很多东西要记住, 数学公式, 代数公式, 化学元素, 现在又弄多一堆年份来搞, 你说怎样, 死记, 没得搞, 死记, 死记, 其实有一个办法, 就是如果你读中西史, 可以交叉, 戊记, 譬如说, 这个贸书维生, 是1898年, 1898年那时候是维多利亚时代, 维多利亚末年, 我们看到一个历史的年份, 或者画面的时候, 就会相对想起,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在外国, 在英国, 在日本, 或者是一个你熟悉的国家, 在美国, 又发生一件什么事, 这样交叉记, 我觉得可以将历史立体一点, 我是死记的, 全部要靠死记, 而且就要靠联想, 要有一个联想, 联想就困难一点, 譬如, 你要有和你的生活有关系的联想, 譬如1848年, 就是这个共产宣言的那一年, 发表了, 那我怎样记得1848年呢? 我就是1948年出生, 一百年前呢, 刚刚就是共产党宣言出生, 那我用我的生日那一年来记, 扣住, 那你一定记得自己那一年, 那一年生日的, 就扣住那一年的历史, 18年前是发生什么事呢? 那你容易记得, 如果没有一种联想, 你就很难记历史, 全部死记, 一定死记, 1997年回归祖国香港, 1897年, 这个吸血鬼第一次发表, 这个Bram Stoker第一次发表, 吸血鬼这本小说, 是啊, 所以就这样记得, 我就这样记得, 还有这些最重要的是, 我们看历史, 其实不是说没有钱代落代, 有些人是愚蠢, 有些人是热血, 有些人是头脑简单, 有些人理想主义, 就这样抛头脑, 耍热血, 就被这些奸人, 太监去害死, 例如这些片段, 怎么样?什么事? 大人, 太后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皇上叫我来, 通知大人马上离开这里, 那皇上和康先生是什么样的? 皇上现在被太后远禁在盈台, 康先生已经出走了, 那... 为什么太后的消息会这么灵通? 听说是袁世凯大人告密的 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老匹夫, 我们太对不起皇上了, 志同兄, 我们以后再有打算, 现在先走, 请大人马上离开, 我是不会离开, 只想各国变法, 有哪个不是流血而成, 我们中国, 从来没有因变法而流血的人, 假如是要有的 就由我譚志同开始 这句历史上真有其对打 人家叫他走 这个荣禄元世凯已经出卖了谋书为生 他说不走 陆君子其他人 好像梁启超 已经走了去日本 康有为就走了去英国领事馆避难 阿独是这个譚志同 那些朋友叫他走 他说他不走 他说中国革命从来没有 没有 不流血者 若有就请自慈同慈 这些豪气干文的说话 我们一百年来后今天听回 觉得真的很稀罕 这些人这样的热血青年 在中国一百多年前曾经出现过 当然他这样做 对不对就见仁见智 有人觉得这些是无谓的牺牲 有人觉得你就算流血都没办法换醒大众 那为什么这么老趁要捐出一条命呢 我们看历史吸收教训就是看这些场面 有很多争辩可以说读书人的另外一个封骨 谈自从一个读书的知识分子 他从事革命也有他的封骨所在 有些事是情愿死的 写身取义 写身取义 这个孟子说 求人就要成人 如果不是他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宗 对不起自己的先师 就是我们这个先师 我们有这幅照片的 这个先师就是我们的 你看到那个就是孔夫子 所以这个报警 都有知道 说一说就会说到孔夫子的了 就弄定那幅照片 大家看到 你将来问你哪个孔夫子 你都不知道就拜他 这个贸书为身有没有人看过 有 你有问他贸书为身 你怎么看 是否走路对 还是留在路对 你怎么看 我会选择留下 因为这件事不是一件坏事 我做完之后 只是开头而已 迟些我觉得是好事 我就一定要留下 死的 死也没所谓 因为我觉得是对的事 没死到你就不敢说 死到你就不敢说 但如果我现在 我一定会留下 我觉得如果走了 好像很害怕 好像懦夫 自己做出来 你当然是对才去做 所以我觉得 应该留下 一定会留下 否则很对不起自己 会不会偏激了一点 不会 后面呢 他死要死有价值 如果他可以等待一个时机 再出来 他就可以推翻清朝 他就算死了 也是现在强权还在 他留得青山 哪怕没有茶宵 那这个大刀王五 仗义 握把大刀去劫法牆 就是违法 这个实际是罪犯来的 究竟 一个这样的行为 法的行为 救自己的朋友 是阴犯来的 是对不对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合议就是 合议没有犯金 当你这个法律 被视为恶法的时候 这个大刀王 就拿着把刀 一腔热血 就走去颠覆这个法律 是不是 他怎么会有 武俠小说写呢 什么叫做恶法呢 什么时候才有恶法呢 是你说恶法呢 还是官说恶法呢 还是文化国法呢 谁决定这件事 是恶与善呢 当时来说这个善恶呢 其实真是 很在乎个人的观念 但是我真是 挺欣赏 譚志同 和救他的王五 首先 譚志同 其实我觉得他 就算是死 都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 虽然是一个死 但是他这个死 可以引起这个世界的回响 世界又没有 国家又有 国家的回响 那也是足够的 令到人民知道 有人肯定为这个 变法而牺牲的时候 可以唤醒他们这个 救国的心 哇 这位哥哥真是有见解 真是有见解 不是说 讀死书 真是有通识兼 有独立思考 是吧 真是要送一套 金融武俠小说给他 做奖励 真是要 要 这个说出一件事 道理很好 就是 一切政权 或者政治之上 还有一件事 叫公义 是 要我们先看公义 是 不是看法律 法律可能是恶法 可能是善法 但公义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 是 好了,今晚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下次节目时间 10点半 斑马继续在线 如果你的女朋友 怀孕有了你的孩子 你会否娶她 避孕套 一定要自男人 一定要自己当上 哪个女人对你 不要问女人拿 女人拿 特约当年今日之后 是马上传接了 农野新闻 特约当年今日之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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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